大家好 聊聊赵本山 聊聊中国足球 2020年的1月4号 前国脚 就是国脚在中国 它指的就是参加过国家足球队的 曾经横跨辽北上广深 就是辽宁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等多处足球重镇的徐亮 徐亮啊 踢足球的啊 踢足球的 也有一个演电影的叫徐亮啊 一个一个拍电影的一个演员叫徐亮 那个徐亮他可能也东北人 他就住在我原来望京那个小区里 前一段不是那个李铁出事了吗 李铁 然后又这个这个这个牵连出这个中国足协的主席 叫陈树元啊 叫什么陈务元啊 是吧 反正那个字啊 反正就陈某元 哎 反正这一系列抓了好多人 后来有人说是不是那个徐亮啊 不是 俩人都叫徐亮啊 同名同姓 不是同一个人啊 这个徐亮在个人的社交平台 不知道是微博呀 还是在哪啊 公开向球迷回应了 15年前他与时任辽族 就是辽宁足球俱乐部董事长赵本山 在饭桌酒席间就假球风波的论话 啊 就是赵本山指责这徐亮 说你踢假球反正就 把他骂了一堆吧 反正就骂了一顿啊 反正就是劈头盖脸吧 当年的视频中 意气风发 处于人生顶峰的本山大叔 当着中外宾客的面啊 还有外国人还有英国人啊 不由分说的将 请着酒杯 就是端着酒杯拿着酒杯啊 半想半想半天不敢言语的许亮一顿冷批冷批啊 就不是热批 反正就一顿批 就是指丧骂怀吧 就是那种的啊 15年后啊 这事啊 这事啊都过了15年了 谈笑昂首间 已是验尽了多少江湖市 而这江湖市后 又是多少引人入胜的情长里短啊 情长里短 家长里短 回溯当年那段惊天之联姻 动地之合掌的赵氏辽族 那就赵本山的 他说了算的那一段时间的辽宁足球俱乐部 以及那个在本山大叔 只手遮天 只手遮天啊 就是一只手啊 是吧 遮天啊 各路神仙 翻江倒海的东北江湖 留给金人的啊 留给金天的人的 除了唏嘘 更多的则是略使兴探 东北不仅是一片广袤的地狱 它更像是一部胶片 胶片啊 一说的胶片就想起黑白片 有点沧桑感 有点历史的厚重感啊 还有一杯陈酒 一杯老酒 而赵本山这个名字 无疑是山海关外 那一座座黑烟巨葱 黑烟巨葱就是冒着黑烟的巨大的烟囱 也就是东北的国企啊 东北的矿山啊 东北的钢铁厂啊 就这么一种东北现象吧 这么一种氛围 黑烟巨葱的钢筋丛林里 最具深意的一道流光 实际上赵本山跟那个大国企啊 那种东北的大国企啊 那种资源型的啊 倒不是特别的沾边 因为他老家是农村的嘛 好像是铁岭吧 是清源县 是开源县 是吧 什么莲花香 是吧 他是那的 他指的赵本山啊 曾经那么的惊艳 又一度过于刺眼 辽宁德比天然存疑 德比就指的是同一座城市 有两支足球队 就得自己先得掐 你看我们巴塞罗那 有个FCB 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 他都有政治立场啊 FCB是独立派 加泰罗尼亚独立派 在弗朗哥独裁者 弗朗哥将军时期 这个FCB是受到打压的 我们这还有一个球队 叫西班牙人队 对了 就我们这有一个叫什么 什么雷 不是高雷雷 高雷雷好像是这个FCB的 就是西班牙队的 有一个叫什么 什么雷 我现在还忘了他名字了 好像南京的 从南京转会过来 叫什么雷 我现在忘了他名字了 那哥们 最近好像回国了 他就是那个队了 那个队 西班牙人队 他是有点这个统一派 他不是独立派的 是吧 还有那个意大利的 AC米兰 国际米兰 还有英国的那个 曼联 还有一个曼什么 是吧 好像英国某一个城市 是不是曼联 曼彻斯特 也是两个 两个对 网传 甚久的 就是网络传说 很长时间的 那段视频中 赵本山与 徐亮的对话 发生在 2005年7月22日的中英足球对抗赛 是辽宗 辽宁足球俱乐部队和英国的谢飞尔德联队的赛后晚宴上 对吧 踢完球了 大家喝顿酒吧 就这意思 当然 当时让本山生怒 以致在冰棚面前 对徐亮不留温口的 温口 就是这个温言温语 就是说对你很客气 我不给你客气了 我直接对你就 谈不上开骂吧 最起码是指责了啊 是一种高压了 那么是这场友谊赛三天前 辽宗做客金州体育场 金州就是大连的金线 0比5 0比5 一个球没进 让人灌了五个球 败给大连时德的诡异的比赛 诡异的比赛啊 让我们把目光回到那场辽宁得比吧 就是都是辽宁的 两个队啊 2005赛季的大连时德 其实最早不叫时德 最早叫什么呢 万达 是吧 我记得 我到大连去过九几年吧 96年97年 我去过大连 我还见过池上宾呢 我不认识他 实话实说 在街上 我在那走路 在马路边 我看见池上宾了 他开车 开一辆美国车吧 是卡迪拉克 是林肯呀 还是什么车 就是那种美国的又宽又大的那种车 他一个人 他也没有车上没有其他人 他开着车从大连的街头 有一条街 好像忘了什么名字了 那条街 他开着从那过 我正好在马路边 我不是也爱看球吗 我说 这不是池上宾吗 他一个人就开过去了 大概 看见他了 有有五秒到十秒 池上宾好像前两天死了吧 去世了吧 是吧 还有原来大连队的 有一个叫张恩华的 张恩华好像也喝大酒 也喝死了 是吧 反正最近好像去年 今年好像踢足球的也死了好几个了 05年的大连石德已经完成了新老交替 在五年前 万达集团完整的将球队交给石德之前 万达就是王健林啊 石德就是徐明啊 徐胖子 王健林就斥资千万从大连的义藤 义藤可能不是假A 可能假B假C 大概啊 我不知道有没有假C 反正假A假B 是吧 什么中超啊 义藤 就是可能一个差一点的俱乐部 购入了 买了 购入了1981和1985 两个年龄段的轻训精英 轻训就是青年训练班 是吧 轻训的 你看有中国国家队 有中国国家青年队 是吧 国青队 什么的 那81年要是05年之前 我看看啊 在五年前啊 那是00年 那81年的话 那孩子们才19 然后85年的 85年的话 那才15 15到19岁的 一批小孩啊 他给弄来了 这两拨球员 在2004和2005左右 已经成为了 石德队的主力队员了 占据了石德 半数以上的首发位置 彼时 赵本山治下的辽族镇中 他的辽族 辽宁足球队赵本山 这个这个阵营当中啊 他的这个 也有了叫郭辉的 郭辉呀 戴林呀 吴高峻呀 杨善平啊 萧镇呀 等多位大连级的球员 哎 这个就被埋下伏笔了 可能要赌球啊 双方球员的一些串通啊 哎 这里边啊 大连的居多 大连的居多啊 整个中国 别说东北地区了 就整个中国 这个东北的球员 也是占多数啊 踢足球的 不能说占多数吧 可能是比例上还是最高的啊 不一定占半数以上 你看有好多项目 比如说冰雪项目 滑冰的滑雪的 你像黑龙江的 吉林的也比较多 是吧 你比如跳水的 就南方的了 像广西呀 广东啊 可能还有海南呀 像湖北湖南呀 哎 跳水的 你这个这个 包括这个体操类的 柔韧的 那南方的多 是吧 这场比赛 早在开赛前的数周 就比赛前几个礼拜 就为人瞩目 不仅因为两队交叉了 大量的大连级的球员 这两个队 有很多都是大连级的啊 更因为辽足 新任董事长赵本山 与时任时德集团董事长 徐胖子 就是指的徐明 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